天天团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勋 天天歌会已经举办两期 在活动过程中,有的团友提出建议 希望团里进行K歌方法以及重唱后期音频合成方法讲座 用爱情团长安排,我今天为大家讲一下我本人的K歌体会和后期制作方法 供大家参考 全民K歌有电脑版和手机版 手机版界面可能会因手机品牌或者所处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异 我今天的讲解是由自己的苹果手机界面为基础 首先在手机APP上下载全民K歌软件 完成基本设置后打开软件 这是打开全民K歌的主界面 一般会有广告 在下方的正中间有一个手持麦克的图标 是搜索歌曲按钮 在上方 放大镜位置可以输入自己想找的歌曲名称 我们输入龙上行 全民K歌蹦出来新的界面之后 会看到有许多龙上行歌曲的版本 你可以选择自己心仪的歌曲版本 点击右侧的红色字 配歌 进入新界面以后 可以看见下方的读唱或合唱选项 如果读唱就直接点击开始读唱 如果想合唱 发起合唱 就点击左下方的合唱 进入合唱界面 进入合唱界面以后 可以直接点击发起合唱 进行演唱 界面上方 也可以选择与别人合唱 不论是独唱还是合唱 进入开始K歌界面后 伴奏音乐就开始播放 直到完成演唱 在开始演唱之前 可以选择调音 在下方的靠左位置 进行声调或者降调 也可以随时选择重唱 在歌曲演唱结束时 K歌会提示完成 此时会进入新的界面 当你完成一首歌曲以后 新界面弹出 最上面一行是歌曲的播放 再往下是声音的调节 再往下是音效的调节 在声音调节部分 我们看到 如果点击上面的声音调节 会弹出来对话框 这几个选项我个人很少使用 因为这里的设置往往会改变自己的原声 尤其是减少噪音 会使声音失真 人声音量和伴奏音量 这个调整很重要 要反复视听 把两者调整到最佳比例 由于每一首歌曲的伴奏音量有所差异 加之演唱者音量大小各异 这两个音量调整要音歌而异 没有固定模式 但需要干录时一定要把人声音量调到最大 把伴奏音量调到最小 而且要用手机耳脉演唱 不能用手机的话筒来演唱 在下方有混响 均衡和变音 三个音效的选项 在这三个音效选项当中 变音一般很少用 很多歌曲是根据歌曲的需要和个人的喜好 来组合进行选择 据我所知 大多数的歌友都比较喜欢 混响中的歌神模式 和均衡中的蓝调模式 我个人K歌也大多这样选择 像太刀